连接球都不是非常的理想 加点旋转 非常漂亮 非常漂亮 这颗球选择解禁中弹 这就是 潘晓婷多年接触九球这项运动 所以他对这种球形的打法 很多种选择 有很多种选择 我可以做安全球 我也可以选择 不直接击打的一种进攻方式 我们刚刚看到的这种 就是解球禁带 它是很有把握的 没有完全做上 对 做的并不是很理想 所以我们会做的 就是 一种所谓的 很小的 没得到 我们不小心 怎么在这种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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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杆球打得非常非常的不好 进攻也不是安全球也是不对 给潘小婷留下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照这个球形看潘小婷应该是有扩大比分的 比一下 要打完之后白球停在的位置 好一个小拉根非常非常到位 好小婷按键 确实是扩大了比分4比1了 这一局也是车友篮打出了一杆 效果非常不明确 对没错 留出了很大的机会 感觉在比赛当中 有的时候就是你看这个比赛的过程 可能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比赛的形式 我觉得机会总是会留给其中的一方 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他经验的体现 对没错没错 我们可以看到之前我们也说过啊 开场这几局打得 潘小婷的运气好像总会差一些 但是我们可以看比分啊 潘小婷却会领先一些 总是把握机会的能力会更强一些 轮到他上场了 他就已经有好机会拿下这一局 嗯不错的开球 好球 挺好的球型 对这个车友篮的冲球非常的好 他的这个好的冲球我们讲 是首先有球进带 其次呢母球也就是白球 会停在球中球台中央附近 然后子球呢散开 没有相贴相连的 就算一盘好的冲球 当然了你还要接下来要能够看到 有机会进攻的这一颗球才可以 车友篮的这几局冲球 母球总是 本身是要停在球台中间 但是总是被别的球撞了一下 然后都是不明去向了 不过这局球的运气各个方面还都是不错的 二号球 薄球进带之后 好下来之后要打的是四号球 嗯 这颗球做的不是很精准 其实是应该跑两颗星做到四号球 左侧下方的底带的 但是这颗球 吃到最后一颗星之后 是撞到了四号球 不是很理想 选择做安全球 对不起 好 这颗球很关键 所以我们看它已经又是叫了一个岩石 要好好的想一想该怎么来处理 这颗4号球虽然中带没有进球的机会 是9号球挡到了一些角度 但是屏幕右侧上方的底带是有薄球可打的 只是7号球在4号球进球的这条线路上 可能会有一点点害事 对于视线来讲会有一点点不好 不过还是有进球的线路的 但是这颗球打薄了 好 非常漂亮 好球 这颗球打得非常非常好 非常准 我们知道传球的话 是两颗球离的距离比较近的话 会更好传一些 成功率会更高一些 刚刚这两颗球离的那么远 虽然7号球在带口 但是也不是很好打的 很准打的 嗯 拉杆 看旋转 嗯 还不错 这颗球是拉杆用了右侧的旋转 这样的话呢 白球是吃到颗星之后 不让左侧 方向走得更多一些 嗯 两颗星做到六号球 六号是比较贴酷 对 这种球在九球球台上并不难打 但是也是需要准度 有一些角度的薄球 我们看它的这个架杆并不是很舒服 手架架得很远 对 就是自己能接受就好 自己觉得可以 对 那就OK 对 嗯 推荐两颗星 做到九号球 非常好 然后车越来是追上一局 然后车越来是追上一局 其实潘晓婷她的这个台球 她的九球可以说她是一个基本功非常扎实的选手 嗯 对 在基本功这方面她可能付出的比很多选手都要多 对 她是接触九球这项运动会更早一些 在98年的时候她就已经用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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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